嗨,你好,我是大牙,欢迎来到本期视频更新,很高兴和你在这里,再次见面 那领夹麦克风一直是在我代购清单中的产品 关注我时间久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之前做过一些福利的活动,送出过几条领夹麦克风 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拆开过它们,体验过它们,使用过它们,那就直接的全都送出去了 那今天我选择做一个领夹麦克风的横屏,那给自己一个选择 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来做一个参考的测试 那这次的主角一共是三条爱图室的V-Lab,然后还有博雅的M1,然后以及泰迅的Smart 那这三款产品的价格都不高,适合作为第一条入坑的领夹麦 那博雅和爱图室的这两条呢,就比较常见,卖得比较好 泰迅这条呢,是我近期被一个很有意思的up主种草的,叫猫赛克社会 应该知道它们是一群up主,也不对,一堆up主 那后面的视频会有包装配件,室内收音,户外收音三个方面给大家做展示 那过程中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好,你喜欢哪一个,记得发个弹幕,说一下你的看法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先简单的快速过一下这三款麦克风的包装和配件 爱图室的便携包就挺实用的,正面的外壳比较坚硬,虽然空间小了一点,需要往里头塞下机才能收下 但里面还有一个隔层收纳,那另外呢,爱图室是唯一一个给了备用海绵罩和毛衣罩的 那博雅的便携包就只是一个仿皮质的小袋,那从便携保护上来说,这个袋就差了点意思 那配件中还有一个6.35的转接头,那泰讯的便携包看着就耐用,小拉链的硬盒实际上也挺坚固的 那打开之后还有一个左右空间来分装,那另外配件中还有一个备用的夹子和一个6.35的转接头 那我觉得对于外包装的答案应该是一致的吧,所以你的看法是,记得发弹幕 那现在再来听一下室内收音的测试啊,这里我使用的相机是索尼α6400 收音的音量设置为12,麦克风会夹在我的领口的位置 以正常的一个收话的音量来录制,大家可以听一下直出的收音效果 那这里呢,建议你佩戴一下耳机来继续观看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条音频是我在使用爱图示Vlove录制的 如果你在B站看到了这条视频,记得留意我稍后更新的惊喜动态,你懂的吧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段音频是我在使用博雅M1录制的 如果你在B站看到了这条动态,记得留意我稍后更新的惊喜动态,你懂的吧 那在室内环境三款领夹麦克风的直出效果 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是针对于我的声音博雅的效果可能会讨喜一点 而泰逊的人生就偏向于均衡了一点 而爱图示的高频呢,就会显得有点高 而在室内环境的降噪,光靠耳朵听的区别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把它们的音频文件放到了AU里查看一下波形图,就能一分胜负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条音频是我在使用爱图示Vlove录制的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段音频是我在使用博雅M1录制的 你现在听到的这段音频是我在使用泰逊Smart录制的 那博雅的降噪相对来看是最好的泰逊次之爱图示则第三 室内环境下你更喜欢哪一款产品的直出效果呢? 记得把你的答案发在公屏上啊 那现在大家可以再听听我在户外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下做的测试啊 那就是北京的环路的路边 那提前说一下,三段素材都是分开录制的 所以即便是在同一个场景 但是每一次录制的时候的车流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具体的声音也会有一些的差别 好,那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爱图示的领夹麦 我把它放到了一个领口的位置 在这样一个户外的环境下 用它来进行一个收录人声的声音效果 现在你听到的声音呢 是我使用泰逊的领夹麦 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下进行的实录收音 相机收音设置为15 然后麦克风的位置在于我的领口加注 现在你可以听到的声音 就是泰逊的领夹麦的声音 现在你听到了这个说话的声音呢 是我使用博雅的领夹麦来录制的 相机的收音设置音量还是为15 麦克风的位置还是在我的领口位置 那现在你听到的声音 就是博雅的领夹麦的声音 那在户外环境 我的主观感受是 博雅人声的收录情况是最好的 最清晰的 但也就会造成了环境降噪的效果 就会差一点 车流声会更大 那其次泰逊的表现依旧是比较均衡 人声会干净一点 环境降噪也不错 但就还是人声会有一点平 那最后的爱图是环境降噪方面 我觉得是最好的 能抑制住一些车流的噪音 也收到不错的人声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 对于我的声音 我觉得高频会有一点高 那针对这一轮的户外收音测试 你更喜欢哪一款产品的支出效果呢 那记得在弹幕里发一下你的答案 那另外还有一些小的产品特性 再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 那这三款领夹麦克风都是全指向型收音的 都可以用于相机 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 那都需要扭过电视驱动 那电池工作的时间根据官方的信息显示 泰逊是700个小时 爱图是800个小时 博雅是15天 这其中会有一个问题 这三款产品都没有剩余电量的提示 所以这点就会比较蛋疼 我没有办法实时知道我还能用多久 那看来得随时背着扭扣电池了 那现长方面爱图室是5米 泰逊是5.55米 博雅是6米 其实相差并不大 那最后肯定还是你最关心的价格问题 根据官方旗舰店的显示 泰逊Smart售价129元 博雅M1售价139元 爱图室Vlive售价299元 那好最后说一下总结啊 再结合室内以及户外的直出收音的效果表现以及 整个的产品考虑 那我个人的主观喜欢顺序是 泰逊的Smart或者是博雅的M1 那爱图室的Vlive则次质 那这三条麦克风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基础的视频录制的麦克风都已经够用了 那说到购买建议的话 百元左右我觉得选择泰逊或者是博雅的都可以 那主要还是看你喜欢哪一个便携包 那爱图室则是根据预算购就买了就行 性价比来看稍微会比他们弱一点 毕竟一条能买两条 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我的视频能够给你一个不错的选择参考 那么也请一定记得给我满满的三连鼓励支持 那也欢迎将我的视频分享给你们身边同样有需求的朋友们 那最后呢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够现在就去点击一下关注按钮关注我 那这会是我的极大荣幸 那好了 我是大牙 期待着下一次与你的见面了 拜拜 记得去看我B站的动态啊 一定别凑过了 记得去看 记得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